如何能找到未来上涨10倍的潜力股 我们今天通过三个方面来探寻如何寻找10倍股的逻辑 第一点呢是怎样寻找 第二点呢是找到之后何时设置止盈 第三点呢是面对短期的市场波动 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今天呢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呢 先要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怎样寻找可能上涨10倍的股票 我们首先要考虑如果我们要去找到一家上市公司 首先呢我们要对这家公司比较熟悉 或者是这个行业的是我们正所在的领域里面 比方说咱们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我们就在这一领域去找航运海运航空等相应的公司 或者是包装类的 又或者说是跟中国有贸易紧密相关的一些相应的公司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了解这个行业的成本利润 以及呢该公司在整个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 以及呢市场份额的占有率 那么在选择之后呢我们要预计这家公司呢 在未来有没有两个可能的增长点 第一个增长点呢是未来10倍的利润增长 那么第二个增长点呢就是它未来10倍的市场份额 或者是成交额 营业额的10倍增长 如果是这两者能够满足其一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潜力的 那么它可以做完中国的市场 做完澳洲的市场 同时呢又可以打开美国甚至非洲和其他国家的市场 所以呢在一家公司如果有成长空间 那么它必然要做到的就是向外去扩张 那么对于苹果公司 对于Facebook这一类的公司呢 都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因此它们的股价在过去的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是持续上涨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核实设置指引 很多朋友呢在赚钱的时候呢 只赚3%5%就离场了 但是在亏钱的时候 宁愿拿着亏损30%到50%的股票 还会一直持有 那么这一点呢是不太正确的 我们看到一只公司如果是能够长期稳定盈利的话 那么我们要长期持有 相信公司的管理层 以及那公司的每一位员工会帮助公司的产品 或者是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做大 我们跟着它一起成长 那么股价呢也最终会给我们获得超额的汇报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面对短期的波动 短期的波动呢在金融市场上产生的是非常正常的 短期的情绪波动 资金的供求变化 以及那相应的短期的消息面上的影响 只要这家公司在长期的战略上 没有出现任何的偏差 公司的管理层没有出现贪腐的现象 以及呢政策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动 我们认为呢这家公司在短期的下跌20%以上的幅度 都会成为我们非常不错的买入点 并且呢我们对一家公司进行估值之后 如果是它的价值能够符合我们的增长预期 那么价格远远低于价值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最佳的入场点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寻找十倍股的简单的三个逻辑 今天内容呢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市场相关信息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